树栋先生 我们距离失去所有 无家可归 有多远 我们曾经假装自己过得很好 为了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必须承担多少压力 洪小豆 累了倦了 就歇歇 没有太多的压力 你不需要背负别人的重担 现在是时候让我给你依靠 我为你遮风挡雨了 书董先生 如果有期限 你愿意等我多少年 无期限 无止境 书董先生 不如我们见面吧 太棒了 董事长 蓝桥股票又涨了 什么 出去 下午两点 湖边走廊不见不散 空间 不如你 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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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舒冬先生 你到了吗 优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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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舒冬先生 我终于知道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风光大家 只有平时的生活 生活中有尴尬 有坎坷 有不平 有自我牺牲 深夜痛哭 可爱情 为我们披上铠甲 让我们有勇气坚强地面对一切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从你把账号给了宁兴 自从你把账号给了宁兴 我的树洞里就再也没收到过留言 所以 我帮你把账号恢复了 这么多年了 里面有你太多的秘密和回忆 我觉得应该还给你 怎么了 你不想要吗 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 这本来就是你的 谢谢你 陪我说了这么多年的废话 还是应该我谢谢你 没有你我是卖不过这道坎的 去吃点什么 都行 那好 砂锅还是烤串 刚帅任董事长就请我吃这么多的东西 好啊 你想吃高大上的 那我就请你吃生蚝吧 二十八块钱一只的 够高当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一次赢了也算你功不可恶 要不要奖励你一次欧洲游 跟您 请问是宁夏小姐吗 呃 我是 呃 您之前提交去非洲做志愿者的申请经过我们审核已经通过了 今天呢正式通知你 请你明天带身份证护照等相关证件过来办理手续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其实 我有新的计划 哦 说来听听 我要去非洲做志愿者 什么 因为前段时间我特别落魄 没有工作 没有钱 正好遇到了招募志愿者 我也想逃避一切 所以就去报名了 而且做志愿者是我一起来的梦想 我不同意你去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其实在Mailway这段时间 没有觉得自己多好 也没有多差 但是我慢慢发现 越来越多人需要帮助 所以 我想去帮助他们 反正我不同意 丹桥 丹桥 你听我说 宁夏 我累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你要吃饭的话自己去吧 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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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解释啊 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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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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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放鸽子了 看你说的我是让人吗 今天这种大喜的日子 你应该跟赵丹桥开评香槟庆祝一下 是不是他要对你怎么样了 没有啊 我就想跟你好好聊聊天 你看你说的 算你有点良心 浩子 我要去非洲做志愿者了 你说什么 去非洲 你没事吧你 你好多天去什么非洲啊 每天大天下晒晒 有什么好的呀 我退一万块钱 至少没有肉骨头杀锅吃饭 我怎么能一辈子当吃货吧 还是要为社会做点贡献呢 来得太突然了 我得还他 赵丹桥到底把你怎么了 没有 其实我早就申请了 只不过刚刚接到通知 那这样 我跟你一起去 至少我能照顾你 真的不用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做志愿者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真的不梦 照道理说 你应该可以迎来偶像剧的最高潮 是吧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大团圆结局 给抛弃了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一些时间和空间 好好思考一下 这也是我跟南乔之间的一次考验呢 好 行 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支持你 那咱们说好了 去了那 有任何事 第一时间你给我打电话 我马上等 行 谢谢你 这个浩子 我已经找到属于我的幸福了 你要赶快找到属于你的幸福 也为了我这棵树 我放弃了整个棵树 你别劝我 我知道我劝不动你 咱们都别说了 都在酒里 祝我们都能够幸福 放弃 放弃 怎么第一个字就放弃啊 太不激励了 能力 能力 明夏 那份合约你修改完了吗 多某不正常的 你说谁不正常了 德普克尔芬斯 法语都不会说 你有什么自信去非洲 那可是法语国家 还是放弃吧 你就别打击我了 我学单子不想跟那边人好好沟通交流一下吗 再说了 我要是不好好学习 还不得被你就饿老板打击一辈子 你现在我告诉你 你怎么会想要是好用的 我找我 你去哪儿 他有什么用的 我现在才能够摆下来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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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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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亚地区的酒店 新的合作计划案 你全部改完了吗 放在你桌上了 那么和每一个酒店 不同的战略合作计划呢 已经开完了 就等法务部盖章了 那还有老客户的回访呢 已经分好年龄了 好 拿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要亲自过目一遍 我 江总 江总 来 谢谢你 你先放着 我一会儿看 好 那我就先走了啊 等等 回来 还有一件事情 我考虑了很久了 一直想找一个 靠谱的负责的人来做 麦味成立已经一年多了 我想将所有接待过的 客户资料重新再整理一遍 做一个总的数据表格 但是这些不都是 客服部做的吗 不 我不是要以前那种分析 我想要一个更加丰富 更全面的分析 细化到客户对于 餐点的喜恶 喜发水牌子的挑选 我想知道谁喜欢什么 谁不喜欢什么 你之前跟过很多单 对于客户的特点和要求 你最熟悉不过了 所以交给你我比较放心 而且我以后会把工作重心 转向蓝桥国际 所以麦味这边 你必须要承担更多责任 曹总 真的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但是 这也太无理取闹了吧 这是一个老板对员工的合理不止 好吗 这怎么能算无理取闹呢 但是你让我做了那么多事情 这 这还不是无理取闹啊 我相信你的能力 对了 明天早上我要见一个新的投资商 我想这份数据一定很有说服力 明天早上 好了 这就是你的工作 我相信你 一定可以的 好吗 我还有事情要忙 你先出去吧 少爷 你好像已经很久没点这么烈的酒了 怎么了 上次公司的大老板还需要借酒消愁啊 看你这副表情 不用说我也猜得到 肯定是为了宁向 我真的搞不明白为啥 我们打通了一关又一关 灭掉了最后的贝斯 他就说拜拜了 说实话我也挺想知道知道的 这个女孩和其他女孩有什么不一样 又不是一辈子失联 看把你愁的 再说了 你们不是一直在网上 用树洞先生和洪小舟的身份在聊天吗 从心理学上看啊 现在很多人 都想用什么一些理论知识去分析爱情 去剖析爱情 去说什么人合适跟什么人在一起 就比如说 一开始 有些人我们看着觉得是特别的合适 特别的登对 可是他们不一定能走到最后 反之来说呢 两个人一开始在一块并不一定合适 但是呢 他们却一直走下去啊 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看看你的这副表情啊 从心理学上去分析 停停停 杨大夫 我刻意约在酒吧 为什么 就是怕你像病人一样地对待我 不是我说你啊 你这个人真的很没有幽默感 我要是个女孩 我都不会喜欢你 既然你这么有经验 那你教教我吧 快 没问题啊 当然可以 不过啊 你得付费 而且价格翻倍 谁让你现在是上市公司的大伙子 没想到你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 我又要走了 一会儿你买单 难道外人说的都是对的吗 越有钱的老板越抠门 丹桥 你不是这样的人吧 再见了 杨大夫 对 赵丹桥 你不想让我打算 行啊 你说什么 要去费州 小夏 这么大的事 怎么没听你说情啊 我也没有想到 手续这么快办下来了 所以就没来得及告诉我 小夏 你怎么改不了你身上的坏毛病 我们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可是 我们把你当女儿一样在抚养嘛 你在做最重要决定的时候 就不跟我们商量 突然告诉我们一个结果 就我们怎么受得了啊 好了 成这也干什么呀 小夏 你去非洲那个事 是赵丹桥知道吗 他知道的 你放心好了 我去非洲也不会太久 会常打电话回来的 谢儿回来了 se 什么事 我一会儿跟姐聊聊 姐 咱们好久没有一起散步了吧 这些日子我为了争一口气 做了太多错事也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姐 你应该向自己道歉 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单金兽派里 你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现在虽然要走了 也不知道怎么是你觉得困扰了吗 我突然发现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证明给她看 这七年的感情我并没有放下 七年的感情怎么能说放就放呢 不过虽然你再一次离开了我 你不是说我觉得身体挺好的吗 姐 你别这么想 说不定她的离开是为了让更好的自己出现在你们面前 希望如此吧 你呢 去这么远 一块会想起单球 我觉得如果我们感情够坚固的话 时间和距离都不算什么 你记不记得在那个转弯处有个公园 小时候我们俩常常在那玩 我记得 那个时候你跟我抢了秋千 还把头发拽掉一座呢 一封头发拽掉一座算什么 你记不记得致远 她的门牙都掉了 姐 别看你平时这么优雅得体的 其实你小时候就是女汉子 致远的牙又不是我弄的 是她自己摔倒了 把她磕掉了 谁说的 就是你 就是我 我打你了 你看 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 一定要懂得照顾自己 还有 不可以再像以前这样 什么都委屈你自己 无论任何时候 这都是你的家 只要想家了 就马上回来 咱们 姐 我知道了 老姐 我走了 拜拜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放过你自己 看来啊 以后我只能以你朋友的身份 出现在你生活中了 不能再当你的医生了 至于你的任务 就交给宁夏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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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我以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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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夏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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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夏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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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